捕天造人的女娲之神竟收过四个女徒弟 她们分别是谁 有的众所周知 有的却冷门陌生 能成为女娲的徒弟 身上都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今天沐浴君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第一位九天玄女 上古之玄鸟 人头鸟身 也是西王母的坐骑 因为楚宝安良立下丰功伟绩 被玉皇大帝封为九天玄女 她还有一个称呼 叫玄女娘娘 九天玄女可是获得女娲娘娘青春的大弟子 她实力强悍 没几个人能打得过 所以被称为天界第一女武神 九天玄女的诞生就很特殊 据说她来自混沌之中 是南方离火之气 晃晃而成 生于自然之间 没有生母 女娲是人头蛇身 徒弟九天玄女是人头鸟身 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难怪能被女娲挑中 九天玄女还是皇帝的师父 在着陆之战中 皇帝和赤油大决战 战斗过程中 前几次和赤油交手 皇帝一直处于下风 就算和阎帝联手 也打不过半人半摸的赤油 实在是没了办法了 皇帝只能上泰山祈求 希望母得知皇帝的难处后 便派出她的座企九天玄女 去帮助皇帝作战 在九天玄女的指导下 皇帝打败赤油 赢得了拙鹿之战的胜利 中原获得了安宁 百姓也不必再受苦 九天玄女算是皇帝的师父 据说她除了帮助皇帝 还帮助我岳王 帮她攻打吴国 不管是不是真的 从这些可以看出 九天玄女的战斗力 一直都在线 不愧是女娲娘娘的大弟子 就连轩辕剑 都是九天玄女炼制的 九天玄女在拯救苍生上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师父女娲创造的种族 她自然有维护之责 女娲的这个大弟子 应该让她很是骄傲吧 第二位徒弟 后土 虽然九天玄女已经很厉害了 后土的实力比她更强悍 有人说 法力无法的如来 都不是她的对手 后土是中央之神 在道教神话中 她又是四遇神尊之一 在左撰淮南子和礼记中有记载 后土是贡公式之子 早期后土的身份没明确 都以为她是男子 到了东汉时期 楚辞中的后土是幽都之王 是东汉之后 后土才被明确为女神 后土究竟有多厉害 她长阴阳 而且能与世间万物 所以被称为大帝之母 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前 后土就诞生了 她虽然是女娲的徒弟 但是和女娲这些上古之神相比 她一点也不差 所以她有后土娘娘之称 后土有很多身份 她也是十二祖屋之一 左相披靡无人能敌 十二祖屋分开时 没人打得过后土 十二祖屋合体 那将拥有毁天灭地之效 所以没人敢招惹后土娘娘 虽然十二祖屋合体 有这样的效果 但其中有人是死对头 便是贡公和主戎 他们不可能轻易合体 反而经常打架 两人曾在不周山打过一架 最后把天都捅破了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天都差点毁灭 他们犯了事 以至于十二祖屋被针对 亿万神魔一起上 狠狠地收拾了贡公和主戎 而后土作为十二祖屋中 最具善心的女祖屋 在女娲的庇护下 得以存活下来 后土也因此拜了女娲为师父 天被捅破总要有人修补 于是女娲利用十二祖屋的乱子 将天上的大洞补好 这就是著名的女娲补天 在女娲的指导下 后土帮助那些无辜惨死的生灵 她以强大的法力 打造了六道轮回 然后在九幽黄泉 开设了阴曹地府 让那些惨死的生灵 能够轮回重生 师父女娲凡间造人 当时人族越来越多 他们逐渐成为天地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后土打造的六道轮回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能让凡间生死有轮回 使得人间更加稳定 人族寿命短暂 如果不想轮回的 生前在凡间立下功德的人 可以留在阴曹地府做名差 后土的所作所为 也减轻了师父女娲的烦恼 这个弟子收得也不错 能帮自己办实事 女娲的第三位徒弟 是青城山下的白祖珍 因为新白娘子传奇 让千年蛇妖白祖珍家喻户晓 她应该是女娲最出名的一个徒弟 白祖珍是千年蛇精 人头蛇身 和女娲的外形最为接近 白祖珍是什么身份 一条蛇腰 竟能成为女娲的徒弟 据说她的父母 是女娲的左右护法 一个是藤蛇 一个是白希 所以 白祖珍出生就是蛇形 并不是她吓到人间 投胎成了蛇 在人间修炼的过程中 凡间充满了各种诱惑 但白祖珍一直坚持己心 她天性善良 也有慈悲之心 她的实力 虽然不能和后土九天玄女相比 但在人间 也算是法术了得 白祖珍为了生仙烈位 去到凡间历劫 去到凡间后 又因为报恩遇到许仙 然后爱上许仙 本来一切顺利 但她遇到了法海 这个佛门弟子 她识破白祖珍的身份 认为人妖殊途 不能结合在一起 通过各种手段 想告诉许仙 白祖珍的真实身份 最后 法海也得逞了 白祖珍在生下儿子 许氏林后 就被关进了雷锋塔 在塔中关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后 白祖珍被放出来 经历一系列的事情 观音念在白祖珍之前 行医救人 在凡间立下了功劳 便让她返回天庭了 同时蛇妖 白祖珍最终结局却不一样 小青留在了人间 这都是因为 白祖珍背景强大 无论她犯下什么事 都能被宽恕 女娲收她为徒弟 一是为了姐妹 还有就是 她们是同类 培养一个同类的徒弟 也很正常 女娲的第四个徒弟 是广寒宫的嫦娥 这也是个耳熟能详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 嫦娥住在广寒宫上 但不知道她为何要奔岳 据说呢 是嫦娥偷吃了 王母娘娘的仙丹 所以成了神仙 而后飞向了岳宫 成为了广寒仙子 还有一种说法 说嫦娥和后裔 本是十分恩爱的夫妻 后裔后来射九个太阳 和远古时期相关 远古的天后有十个儿子 也称十大金乌 这些个金乌 因为贪玩 全部跑了出去 导致凡间出现了十个太阳 凡间快被烤焦了 天地万物有难 后裔站了出来 他到盘古洞寻找材料 制作了一把神奇的弓箭 后裔登上昆仑山 将多余的九个太阳 射了下来 人间才恢复生机 后裔成名了 但他杀了太后的九个儿子 也招来了报复 天后杀不了后裔 就去天河放水 结果他故意为之 水淹了凡间 导致人间生灵涂炭 嫦娥是女娲的徒弟 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嫦娥 还让嫦娥在月圆之夜 飞向那月宫 然后成为太阴星君 永生永世 不得离开广寒宫 女娲叫嫦娥这样做 是因为天河的水 是极寒极寒的 如果不想办法关上 对人间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而控制天河水的开关 就在那月宫中 所以嫦娥为了拯救 凡间百姓 按照师父所说的做了 因此嫦娥和丈夫 后裔永久地分开了 一直在月宫中 没有离开过 嫦娥作为女娲的弟子 虽然实力不强 但她绝对服从 也甘愿牺牲自己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除了这四位徒弟 据说妲己也是女娲的徒弟 她本是一个凡人 后来被作恶多端的 九尾狐赴了身 后来九尾狐被人杀了 打击恢复了自由 女娲看她可怜 便收她为弟子 这都是传说 可信度不高 但神话故事 没有真假一说 女娲的徒弟们 各自身上 有各自的特殊之处 也有各自的故事